大家好,今天要來介紹這個樂圖泥的使用方法 那這個樂圖泥呢,其實算是一種單翼式的這個彈泥 那設計來讓大家可以方便操作 那實際上呢,它的這個內容物呢 跟我們用雙翼彈泥攪起來了幾乎是一模一樣的 那試做方式呢,其實更簡單,保存也非常容易 這個不會硬掉,只要蓋子蓋好的話不會硬掉 所以這個是一個方便大家使用的產品 那我們待會的話,來示範一下它的這個用法 那首先呢,我們用刷子,刷子的話直接刷子 就可以逐步在這個地面上面,非常的簡單 那,刷刷的重點是盡量把它推開 盡量把它推開 盡量把它推開 不要這個拱洞沒有補到的 那我們在盡量推開之後呢 就不要再去給它做擾洞了 我們試做兩道的一個目的是在 第一道在沒有塗布到的地方的時候 我們第二道在垂直方向的時候 來做一個收,把它這個close起來的一個動作 好,這樣子 好,所以這是這個用刷子來試做的方式 然後用滾輪呢 用滾輪試做也是一樣的 我們盡量把它推開 好,盡量把這個材料往左右推開 好,那 比較這兩種方式 用刷子的跟用滾輪的 這兩個來做比較的話 滾輪做出來的會比較薄 那這是有好處的啦 其實這種水性材料的話 它越薄的話 跟地面的接著會越好 好,然後它的這個整個附著力呢 是最好的狀態 所以我們盡量是薄 然後多次來做10座 這樣子的這個做出來的結果是最好的 好,大家特別 好,這是剛剛示範的這個 用刷子的部分 好,那我們可以看到 把它乾燥之後 這個厚度,剛剛好 好,但是呢 剛剛可能會有一些 缺線沒有補到的 所以我們 要做另外一個方向的徒步 好 所以我們做另外一個方向的徒步 盡量把它推開 推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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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 這樣子的話 完全都沒有缺陷 這才是一個好的 一個做法 好 好 再來的話 我們一樣 來看這個 這個 這個 用滾輪做的部分 滾輪做的部分 會比較薄 所以說 可能有些 缺陷的話 會比較多 那 我們要做另外一方向來 這個做補牆 那一樣 我們手摸 手觸 看照 之後就可以來做 滾輪 那我們做另外一個方向 滾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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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做 有它的便利性 非常簡單 但是呢 它有個缺點就是 我們可能 在一些 洞洞啊 這個地方可能 比較沒有辦法 補不到 可能還是需要 刷子來做一個輔助 接下來呢 我們介紹這個 裂縫的處理啊 很多朋友有這種 新舊的 建築物的一個 接縫 或是地面的接縫 想要用這個 池布來處理 那今天我們介紹用這種 風塵用的 池布來處理 好 那首先呢 當然我們是量許 我們想要修補的 這個 這個範圍啊 好 假設是這樣子的話 好 量測這個範圍 之後呢 我們就直接 用 這個 熱骨尼來做粘片 好 那 首先 最重要的是 我們在四個熱骨尼的時候 要將 這個 料 這個材料呢 把它填補到 我們要做的 這個 裂縫當中 好 把它填到我們的 這個裂縫當中 然後呢 我們需要多一點的 薑料 好 這樣黏貼的話 會 會比較 可以 老靠一點 好 用 用的薑料 要比我們一般在做平面的時候 的醬料 是要比較多的 好 然後 這個不知故有兩面 一面是比較亮面的 一面是比較這個 出皂面的 我們用亮面的來做黏貼 因為這個亮面的 剛好放下去之後 它會 這個直接吸附在這個 這個塗料上面 好 好 那接下來呢 如果你有熱散的這個 橡皮刮刀 我們就用這個 橡皮刮刀 好 把這個布 跟下面的 這個 這個 盤泥呢 把它壓下去 讓它整個洗附起來 好 或者是 你有這個推刀也可以 也是可以 把這個 把這個 讓它跟你地面上 做一個 好的一個附作 那這個動作非常重要 一定要做確實 好 一定要做確實 確保 你的這個 不知故 真的 有 浮貼在 這一個 上面 不然 反而會弄腳沉著 好 如果這個動作沒做好 反而如果 這個水從旁邊 設定群的話 反而會弄腳沉著 所以說 貼 纖維布 或是貼這種 不知布 當然它是有抗液的效果 但是 大家也要注意 你的 可能是因為你的 施工的疏忽 會造成更多的孔性 讓水會有 回跑的地方 這一點請大家 特別注意 好 那等一下 等這個乾掉之後呢 我們 再用這個 這個 灘泥在上面 做一個 讓兩層灘泥 中間夾著這個 這個 這個 這樣就會快 好 這個剛剛浮的這個 煉縫呢 它已經黏貼 乾燥了 然後黏貼得非常好之後 我們再 來上面做一層 這個 讓它 包覆在 兩層灘泥 然後 然後這個 濕座重點呢 一樣 是把它推平 那 讓這個 樂圖泥 附帶這個 那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說 這個 布的邊邊呢 布的邊邊就是有縫 我們要特別加強 因為可能 往裡面剩的部分 反而是 這一個 縫 我們要把縫的邊邊 側底的做加強 好 這樣就完成了 我們的裂縫的一個 裂縫 齁 那等它乾燥之後 我們 可以在上一層 防水器 來 做整面的 培化的工作 關於這個 這個 這個 墻壁跟地面的 這個 軟角啊 也是有多分有問題 好啊 那因為我們現在沒有這個各股堂的工作室長 所以我們用這個工廠用來做一個抵桿的方法 那一樣呢,我們還是需要大家把這個短角線撐乾淨之後 然後用這個支布來量一下 我們要做的方法,假設是這麼少 那一樣呢,一部...一部的話,我們還是用這個各股堂 把這個裂縫...這個裂縫是會進去的地方嘛 所以這個地方各股要加強 要讓這個料吃到這個縫裡面去 接下來呢,我們在黏貼東西的話 它就要稍微厚一點 跟我們一般在處理平面的時候不一樣 我們要...讓這個料呢...厚...厚一點 好,然後...把這個布...這個是有亮面的...亮面的地方 把它...貼上去 好,那一樣...用這個...這個... 橡皮刮刀... 確實把這個裂縫...這邊...抵住 好,把它刺進去之後呢,把這個...推平 好,上面也是一樣 好,這裡...這裡的重點喔...這裡...重點是...這一個要...把它抵緊 好,然後上面這裡...要確實把它...推平 好 好,這樣就完成這個部分 那一樣,待會等它乾燥之後 我們再來做第二層的...這個...這個... 好 好 這個...乾燥之後呢... 好 我們再... 把這個...第二層的焊底上上去 好,然後這個...原則呢... 跟剛剛做裂縫來處理是一樣的喔 好,現在把...材料...一樣... 好,然後最重要的呢... 還是這個...喔... 這個...不知故的四周... 要加獎 喔...四周要加獎,讓它不要有貢心